在立法院的中心大楼电梯故障 超过五分钟了 我跟死民生命委员被困在电梯里面 民进党立委赖瑞龙以及国民党立委林思敏 在14号早上11点多 搭乘立法院研究大楼电梯时 电梯却突然故障导致两人受困 赖瑞龙除了按下呼救灵 还拿出手机拍下过程 但是立法院同仁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打开电梯门 让两名立委及一名女性幕僚受困十多分钟 立法院研究大楼里面总共有三台电梯 过去多次发生电梯急速下坠变成大怒神 甚至有人困在电梯里面 立法院长韩国瑜上任后宣誓要改造国会软硬体 不过其中一台电梯又传出意外事故 知情人士表示这台电梯在6月11号才刚刚故障 导致一名访客受困 没想到检修后又再度故障让立委受困 立法院修不好的电梯已经变成立院怪谈 有些人还因此不太敢自己一个人搭电梯 立法院要改进的事实非常多 如果连这种电梯的事情都还搞成这样的话 那真的是要大大检讨 请韩院长跟秘书处的秘书长 秘书长要整体要整体好下 立委们希望韩院长可以展现魄力 尽快处理 东京新闻地方中心综合报导